基本上已经缓和很多了 那么现在的话呢 和谐治国啊 他连死几个人他都怕得要死 对不对 你比如说 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那仅仅是一种表面 我们实际上现在中国 大大选择天文事件 在六四二十年以来 一直在发生着 对我觉得的话呢 就是说你怎么解释现在中国的现象 就是说的确中国 你充满了社会的不公 就是说星星之火啊 在毛泽东的时候 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现在呢是星星之火不会燎原 对原因就是什么 中国大陆拼命的 利用各种的方式来维护稳定 这个稳定当然大家都知道 很很那个不稳定 就是稳定变成了不稳定的来源 可是呢 现在的社会 就是说跟二十年前的社会 基本上已经完全不同了 是一个大转型 已经完全转型了 你说完全不同指的是什么概念 完全转型是个什么样的 你要是一个从农业社会转型的国家社会 就是现在看法呢 我的看法呢 是骨子里面表面上有一些变化 骨子里面是换汤不换药 仍然是共产党一党专权 是 从这一点上讲 而这一点是阻止中国今后持续稳定发展的最大 刚才孟先生提到毛泽东时代才算是暴政 那么中国今天的政府 那么也代表一些人看法 就是说呢 六四屠杀呢 是二十年前的中国政府的作为 那么不应该作为今天的历史包袱 让现在的这个中国政府来 来承担这个历史包袱 那么您怎么看那个问题 我觉得的话呢 当然是了 胡温现在的话 这一代第四代领导人呢 他对六四镇压 他没有直接责任 但是他们继续坚持 这个六四镇压是必要的 这个拒不给这个受害人 这个还一个公道 丁丁丁丁丁老师 头发都已经白了 天安门母亲群体的话呢 已经死了二十一个人了 他们在这次发表的纪文中 就提出 难道就让我们的话呢 全都死光吗 好 那么的话呢 在这个情况下呢 胡温他们政府的话呢 是有责任 难辞其咎 那么的话呢 你既然觉得脸上贴一个杀人的这个标签 杀人政府的标签不舒服 那为什么不猜就主动划清界限呢 像赵紫阳先生讲的 早解决比婉姐姐强 主动姐姐比被人姐姐强 对 这个什么时候解决 我讲过 一开始就讲过 这是一个中国的政治的发展的 在如果有变动的时候 它是一个重大的动因 可是呢 目前来讲 就是说能拖则拖 这个是他的心目 等到拖到一定 比如说李鹏也死了 江泽民也死了 李鹏记得者 当时跟李鹏相关者 你想想 今年的温家宝 他写了一个 胡耀邦的 怀念胡耀邦的 大家就是都在看 就是是不是有一个改变 我觉得 大家是有很多人 这是过度解读 也不能 不管你 不管你是不是过度 但是大家有这个心意 就是注意 这个政治事件的人 就是像去年的 二十年的时候 是赵紫阳的回忆都出来 赵紫阳很大的 不是全社会 但是是正常的 我想刚才孟先生提到一个 他说中国现在虽然有很多大规模的 这个抗议事件 或者是大数量的 规模不见得特别大 但就是数量很大的 这个抗议活动 但是他认为呢 这个心心之火 不可能燎原 对 那么为什么 我想待会请孟先生 解释那里 那么我想问高文先生 您是什么看法 我觉得的话呢 中国政府确实从六四事件中 吸取了这些教训 其中最主要的一条 就是把一切不稳的因素 消灭在磨牙状态 对此的话呢 花了大量的经费 叫做花钱来稳定 但是这种做法呢 第一 东说没有效果 这个因为他防止呢 他防止了从点 这个到面 到线到面 他防止这个 这种做法呢 这个但是的话呢 这第一成本太高了 因为现在的话呢 维稳的经费 已经超过军费的制度 国防开启 对 第二的话呢 这是扬唐纸费 治标不治本 根本的问题没问题 你们不从府邸 抽些解决问题 光能去压的话 这是不行的事 可是呢 现在的这个中国社会啊 是一个大转型 我们想二十一年前 这个六四事件 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 是代夫的 那个抗议事件的一个后 现在的抗议 这是问题领头的 这是问题 现在的抗议的话呢 是富士康的自杀 或者是说 是佛山的那个 那个那个工人的 环保或者拆迁 这是一个现代化社会 你的意思是说 以经济利益为主 以经济利益为主 所以现在的社会 要用现代的方式来解决 而且的话呢 这个才是一个现代的 这个 所以的工会啊 就是中国的工会啊 必须要重新改变 就是我们怎么样子的防止 这个所谓新兴之火 可以燎原 就是说 要防止毛泽东去江原的 毛泽先生 你需要注意你的立场啊 你防止新兴之火 可以燎原 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呢 我屁股都二十度 在稳定啊 稳定 谁 谁想稳定呢 全社会都想稳定啊 全社会都想稳定 大多数的人 还能想稳定啊 当然想稳定 但是你刚才讲的稳定 更重要的是 中国政府的那种稳定 就花钱买稳定 对呀 你有难道 你不花钱吗 你有事情 你不能解决 那我想问 刚刚刚这 您不想稳定吗 您认为中国应该乱吗 我希望能稳定 我希望是一种长治久安 对 是一种持续稳定的发展 如果你不把他 所以我想 刚才这个话题 我再说一下 就是说呢 中国现在的话 经过长期 我觉得三大问题的话 现在那已经 就是刚才说的 贪污腐败 这个社会不公 和这个公权暴力 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 就是社会 30年来积累社会矛盾 到达一个 就全面爆发的 一种临界点 那么的话呢 表面看 中国现在有两个中国 一个中国呢 表面光鲜 而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话呢 实际上呢 刚才咱们就是已经说到 它是内里 社会内部的话呢 是深层的断裂 撕裂 而且的话呢 是加速的这个溃败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 你这个稳定 你能维持住吗 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在打压这种人们的话 所以清华大学科技组 发表一个报告 这个很有建议的报告 它其中的最精彩的话就是 越维稳越不稳 对 所以你怎么稳定呢 对 我们也承认这个中国的现状是这样 但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说 怎么样子 你现在是是这个状态 你只有就是说打的再跑 换句话说 中国就是说 利用我们的经济发展 利用我们这个能够买的时候 还是多买一点 对不对 能够这个 因为毕竟中国的这个社会 我现在我再来 再回忆一下 就是这种局面 能不能够持续下去 就是说的话 刚才说 刚才说成本太高 成本太高 因为现在中国经济自然速度非常快 政府还有这种财政能力 来花钱买稳定 那么一旦经济现在滑坡 现在已经形势的话 很严峻 就温家宝自己已经讲了这个话了 一旦的话呢 这个经济滑坡 在没有这种能力之后 这么高额的这个稳定支出啊 政府是负担不起的 而那个时候的话呢 星星之火了 就有可能 好 咱们让孟贤现在来回应一下 这个福底抽薪的话 你现在要 讲福底抽薪是很容易的话 对不对 你说要民主啊 什么 事实上呢 泰国就是一个民主以后 变成了这样子 他因为他的那个社会阶层 也是一种很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这个 贫富悬殊的 那你中国的话 那社会不公啊 什么泰国是很柔和的一个民族 他很信佛教的 还是打成这个样子 你中国如果按照泰国那个办法 就是现在走民族 什么按照你的这个 我们福底抽薪了 一下子就爆发了全社会的 那么那么按照那么我插一句 那么按照孟贤你的观点 那么现在这个 所谓中国现在实行的这种 权费资本主义叫长命百岁了 不可能长命百岁 不可能呢 怎么办呢 那你就是慢慢的 有问题出来